各位好,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外围女的攻略,进攻参考 对于年龄,外围女普遍会对自己的年龄信息作假 有的还未准备两套或多套身份证 他们可能会说自己是未成年,实际上已经18.9 而自己刚年满18的,其实已经20出头 甚至有些皮肤保养比较好的,的确年满18 不过那是在10年前 而说自己只有二十几岁的 其实他们只是把年龄倒退了五六年,甚至更多 因此现在市场上的外围女几乎都是在20到35之间 而25岁占绝大度数 至于16到22岁的外围女,80%都是老男人们的专属 也就是说被一个人或多个人包养 如果想分辨外围女的真实年龄,有一个办法是不会欺骗你的 就是白开的下面有闻味道 因为木耳可以被重新染回 穴道也可以通过手术变得更紧 但味道绝对不会作假 其实有的男的第一次见到女人的时候就能判断他是否就是外围女 他们会说这个女的打扮的再怎么高贵 坐在豪车里面 但是他身上的味道都能透露出他的真实身份 听到这些话,我是觉得这男的挺厉害 他们所谓的风尘气息 究竟是眼神眉宇,神态还是动作 其实都不是 这是一种只有外围女或妓女身上才有的味道 他们知道这个味道是从他们的四处散发出来的 所以我认为把他称为风尘逼为更加准确 如果你有信你可以在夏天的时候约几个外围女去蹦地 他们肯定会打扮的漂漂亮亮 喷上昂贵的香水 但是到第二天的时候你就会发现 他们身上的味道跟昨晚见面的时候已经有点不一样了 因为他们 因为刚开始他们的身上可能是那些名贵的香水味道 但是经过一晚上的消散 他们身上的味道会变成另外一种莫名其妙的扫味 每个人的味道都不尽相同 但又莫名其妙的相似 这个味道你在正常的女孩子身上是不会闻到的 除非他们不注意下你的卫生 如果你好奇 想问美女身上是什么味道 怎么感觉有点骚起 然后他们也许会抚眉一笑 然后对你说 想知道的话就送我回家 或者是他们会强装镇定说 有吗 然后他就会对你说 等我我去洗手间补个状 然后董唐他们从洗手间再出来的时候 当你在见到他们的时候 那股昨晚的香水味又会回到他们的身上 因为我曾经在贵阳谬寺遇到过这种情况 当时接近天亮一个小姐姐在走廊上 手拿香水就往自己的下面喷 首先声明 我不是在这里拉皮条 因为我知道全国各大省委直辖市 包括港澳台的经纪人信息 以及大量单干的外围 那么联系方式 但上面所有的联系方式 我都不会透露 因为我一透露 这个就成为全国最大皮条课了 这个是不行的 如果你们真的想找按照接下来的方法去做 能不能成功就看自己的悟性和财力还有魅力了 国内的外园女基本上每个城市都有 而且质量也不一样 如果你不想出门 在小县城里找外园女 除非你是金主爸爸 然后买个飞机票让她过来 否则你还是去KTVP小姐吧 第二找外园女一般通过联系经纪人的方式 就是手机上选照片 然后确定是谁 不同的地方规矩也不一样 有的地方是先缴纳定金 因为他们怕你是不出钱 然后耽误他们的事 但有的地方就不用 至于你会不会遇到线人跳 你就看自己的造法了 如果你只要能成功约到一个 你就能进入他们的圈子 负责带外园女的经纪人 一般用QQ或者是群来发送一些消息 有的是需要付费的 所以你如果想找第一步就是找群 然后这个时候就需要你敏锐的洞察力了 有的群会骗你一二十块钱或者是二百块钱 但是这些被骗了之后你还没法报警 甚至有的时候骗你骗的更多 还有的人会遇到线人跳 所以很多人不敢迈出这一步 这里我必要推荐是去各大城市的桑拿论坛 或者是外围论坛去找 如果还是找不到 就通过QQ群的各种关键词来找 如果你找到了一个真正的外园女群 基本上都是全国的消息 你就知道了因为里面的很多经纪人之间都是有联系的 就打个比方 如果你是青岛 然后你在青岛找了一个外园女的群 然后玩了好几回 然后你有一天你跑到了上海 你就可以问经纪人有没有上海的经纪人的联系方式 然后帮我问 所以你这个经纪人他就会帮你找上海那边的经纪人联系方式 如果你真的怕被现任跳了 还有别的方法 比如会所和夜场也可以找到一些外园女的资源 会所稍微难点 你问小姐他们可能不知道 但是如果是你问里边的负责人 他们基本上都会告诉你这个城市负责外园女的经纪人是谁 夜场就比较简单了 比如KTV酒吧里面就充斥了大量的外园女 而这些外园女 只要你不傻 用眼睛就能看出来谁是 如果你给他们小费 他们也会给你介绍其他的经纪人 或者是把你拉到群里 如果你说夜场我不敢去 会所不敢去 还有别的办法 就是各种黄播平台里面的同城主播也是可以约的 这些主播一半是外围女 不过有些已经年老祝皇了 就是很多照片 只能靠没图软件 让你用手机看的时候 你觉得还是女神一样 不过有的人约出来之后 可能连你自己都会吓一跳 如果你约到一个比较满意的 然后你给他点钱 他就会把你拉进他们的圈子 不过这里有情提醒 有些黄播平台的榜衣女主播是男人假扮的 不信的话 你就可以上公安部的网上看看 绝对会让你不相信爱 如果你不知道去哪下黄播平台 别放弃 抖音快手这两个APP里面充斥着大量的外围女 如果那些发视频几十到一百多个的 并且都是以卖骚卖翘卖臀卖胸为主的粉丝还不多的 基本上都是外围女 而那些粉丝十几万甚至几十万的 一般情况下也是 但约他们出来的话成本稍微偏高 如果只是第一种的话 同城就先刷个礼物 然后再私信问假 否则人家就会当你是屌丝 理都不会打理你 还有就是各大高校 985211里面的比较少 但是985211的除外就很多了 尤其是艺术类院校 示范类院校 卫校和二三本居多 内心你看起来 居之打扮不符合他们的身份和年龄的女学生们 一般都是外围 就是说了这么多 如果你还不会失操 只能说你是个人才 不要觉得外围女游多么高大上 其实那些光鲜亮丽的女神 并非是土豪们的专属 虽然现在中国物价挺高的 但是这里面的价格还是比较稳定的 只是在某些城市 豪资源比较紧张 于是就被几个团伙给摁台物价了 一般情况下 单干的外围女价格在1000到2000之间 品质就已经很不错了 时间在一个小时之内 而且有些还会在这个价格范围内 为你做各种服务 而通过经纪人找到的 则会比单干的要贵个几百块钱 还有就是他的服务清单上 没有某些服务 比如说六九 读龙 吞宁等 如果你想让他做的话 你得加钱 而且是单次价格的20%左右 当然还有一些外围女 不管你给人家多少钱 人家都不会额外做服务的 可能就是人家心理上没法接受 如果是想连做两次的话 则是单次的价格乘以1.5 或者是乘以2 时间则是在90分钟以内 还有种情况 一部分外围女在接客的时候 必须两次起做 如果你只想做一次 是只能做一次 那么价格和做两次是一样的 还有比较重要的一点是疾病 关于这一点 我必须要说一说 因为只要是个正常人 谁都不想玩一次外围 染一身病回去吧 最安全的方法就是戴套 并且项目之间不可口交 但如果要是不想戴套呢 毕竟很多外围女 都是可以五套三通的 而且不戴套才是最爽的是吧 就是我有一哥们 他在杭州换了20万 和四个外围女 在酒店里 每日每月玩了五天 最后给自己玩出了眉毒 而且你知道眉毒 长在他什么地方了吗 长在他的口腔里了 当时他口腔里有伤口 因为给外围女舔了 让他嘴里长了眉毒 所以说要想玩的周全 一定要保证对方没有病 二是要看自己身上 有没有伤口 自己身上没有伤口能做到 如何保证外围女身上 没有疾病呢 所有外围女啊 或多或少都有 轻或重的复刻病 并且全部都有阴导炎 而这些复刻病呢 实际不耽误玩 除非是那种特别严重的 但最怕的就是外围女身上有性命 尊安全的方法就是玩之前 送她去医院做个抽血检查 台湾那些大佬们都是这么干的 典型的代表人物就是吴宗仙 但是把玩的时候都已经净从上岛了 谁还在乎检查不健康了 是吧 恨不得立马把她的衣服给拔光 然后 不过我要告诉你们的是 外围女在一般情况下 性命基本上是没有的 除非你点被中招一个 并且即便外围女得了性命 你也可以再把她衣服 扒光之后看出来 除非她刚得上 你看不出来 所以如果不经中招 你又认命吧 玩完之后赶紧上医院治疗 不过就算外围女再有病 也比洗头房里的廉价 那些要安全的多 毕竟人家是靠 是吧 挣大钱的 对于性命预防这块 人家他妈的比医生还专业 所以大家再去玩的时候可以大胆一点 不必太多的欺人诱天 如果你真的怕 那我建议你每次玩的时候 随身带一盒消炎药 玩完之后赶紧吃下 然后再去找医生做个检查 至于艾滋 如果你不幸得的话 你就认命吧